山洪是怎么形成的? 山洪是指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 山洪的形成与地形、森林覆盖、水源等条件有关 地形条件 一般形成山洪泥湿流的地形特征是中高山区 相对高差大、河谷坡度陡近 表层为植皮覆盖、有较厚的土体 土体下面为中深断裂及其派生级断裂切割的破碎岩石层 森林覆盖条件 大范围树林、毛竹覆盖 暖湿空气携带大量水汽达到林区上空 与林区温度偏低 相对湿度偏大的冷空气交锋 亦造成大的局部降水 水源条件 水体既是山洪泥湿流的组成部分 又是激发因素 主要来自降雨 前期降雨时山顶土壤含水量饱和 下沿层水压力急剧增加 当于暴雨、能量迅速累积 致使土体和岩层裂缝中的压力 水体冲破表面覆盖层 瞬间从山体中上部倾斜而下 形成山洪和泥湿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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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